我們今天不是去旅行 我們已經完成了8天的旅程 今天我們是去看樓了 今天是星期日,但也有樓看的 沒錯,我們就去看一看一個新的 所以我們先去看看 這個地方就叫做 Carriva Beach 是很近一個沙灘位置 大概走不夠5分鐘就應該到沙灘了 我們從這裏的車程由Kens 我們是在Kens CBD出發的 由Kens CBD出發 去到Carriva Beach 就應該是大概用25分鐘 25分鐘 對,25分鐘的車程 好,就是這樣的感覺 先看看路邊 這個地方真的很寧靜 其實 基本上,沒有什麼閒責人 應該住在這裏的人才會來 對面還在建樓 整個屋簿很新的 好,我們進屋看看 好,大門口 哇,這個門很特別 對呀,實木色 好,進入第一間房 這些窗很特別 對呀,長型的窗,四隻 分體式冷氣 還有入場衣櫃 對呀,這個沒有鏡 但也很大的 先看看 好 走出去 第二間房 這間房比較小 對呀 對呀,窗也比較小 窗也比較小 我想都是單人房 對呀 小朋友房 全屋都是分體冷氣 對呀,沒錯 第二間房的正對面 我們看到的就不是 在哪裏呢 這個,是廁所 是嗎? 是呀 我先進去看看 左邊是車房門 左邊是車房 對呀,一開就是車房 看看 哦,這很方便 你一拍完車 然後就拿些送進去 對呀,下雨 你又不用去外面 對呀 那裏有玻璃窗 玻璃門 對呀,這個應該通到外面 哦,OK 外面的後門 即是後面的後路 四通八達 有後路可以走 對呀 洗衣房了 嗯 洗衣房呢,我們開出去看看 好呀 後面就是浪衫了 應該 扭開打開看看 這裡的保安不錯呀 好 走出來,圍欄 有衣架了 建築公司都是按照一個 日照最好的地方 就會建一個這樣的衣架 曬得最厲害的地方 地下你看到這個鋪是石仔的 那就不怕生草了 嗯 這個位置就擺洗衣機 好 旁邊就是廁所了 這個就是客廁 一樣 洗完廁所要走出來洗手 這些設計 對呀 走出來這一邊就是看到 有洗手間 浴室了 二合一 有 bath 有 shower 對呀 不過那些牆 那些瓷磚 起了一半 對,起了一半 一般 不好的地方就是潮濕 上面潮濕 就輪盡一點 是啊 如果我自己建的話 一定會 起到上頂 是啊 先出來 好特別呀 特意做了一個這樣的凹位 其實是可以讓你放一些擺設 是不是 有燈子 對呀 這是你的設計 好了 旁邊就是一個雜物房 儲物房 儲物房 對呀 很大的雜物房 對 對 對 然後 雜物房旁邊 大一點的房 哎呀 這間好 夠大 哇 這裡 放到 king size 的床 哇 是吧 這個 這個是 study room 好闊 好大 20尺寬 25尺長 哇 對呀 我們去看看 這邊就是開放式廚房的了 好了 那接著呢 走到去看看 Standard的 有了 洗碗碟機 從這個角度 一看過去 哇 一直看著外面 洗碗 這樣開心 哈哈 對呀 好 這邊 這邊 那就是 煤氣爐來的 Gas 爐 不知道煤氣還是石油氣 總之是Gas 石油氣 石油氣爐 挺漂亮的 挺高的 有物質 是 是 其實很多 做storage的位置 很多 好了 那看一下這個角落頭 多一個洗手位 剛才洗衣房 我忘記了有沒有洗 洗衣房有一個 洗衣房有一個 洗手盆 那這裡有一個 嘩多一個 真的好 是的 蠟眼已經看到外面的泳池了 等下我們出去看看 這裡都可以出去 應該是嗎 沒錯 這個位置 我知道了 如果是給你BBQ 做完食物 洗手 這個很方便 這個設施做得很好 好 其實兩邊門 你客廳走出來又可以開門 這個 廚房出來也可以 對 廚房出來也可以 好了 泳池一個 想不想要泳池啊 哈哈 想不想家裡有一個泳池啊 這樣就可以了 對了 那個泳池 叫做不是很特別大 不過其實夏天有人玩睡 有小朋友的家就已經很舒暢 對 是嗎 還有這裡呢 似乎樹也不多 要畢業 執業和畢業都應該 不用那麼辛苦 有但不辛苦 嘩多漂亮 它剛做起 所以水也特別漂亮 因為我們曾經去過一些屋 舊屋 泳池已經是一潭黃水 現在這個新屋 所以它看起來已經很吸引 很想跳下去 對嗎 對嗎 熱烤烤的 後來這裡是一條公家小路 似乎應該沒有人住 所以這間屋後面就是單邊 噢 對 最多可能有人放走走走 所以後面就是沒有人住 所以會開陽一點 對 你看到一個樹林景 對 看到樹林景 那變成都不會太雜了 沒有什麼人走 而且高了上去 是 下面的人走過 應該爬不到上來的 這裡有十尺八尺 最少 何止人爬不到上來 動物也不上來 是不是好很多 應該 對 這個角度看著泳池 還有這間屋 應該爬三下到 三下就沒有了 就要轉身了 大大天使浸水也很舒暢 對嗎 現在大大跳下去玩水也挺開心的 對 那這個泳池一定要有難難的 法例規定就是 對 因為怕小朋友會貼下去 對 所以還要有這個 就是childsafe的鑰匙 對 還要張貼一些告示 我想他們交錯了 又又又見到了 一定要教你怎樣做人工呼吸 急救 這些是必須的 你的泳池一定要加一些東西 沒錯 就是教你怎樣做CPR 還有派對 還有派對 就是這樣 可以放一張門外的桌子 桌椅椅子 然後在這裡 HPQ 浴水 曬太陽 讀書上網 不錯 基本上是不單止兩邊開到門 三邊 三邊 這邊都可以開到的 三邊都可以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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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開其中一邊來進去屋 試試看 好了 那我們就由這一邊門 進去廳裡看看 從這個角度看 哇 房間真的很大 對吧 放到呢 廚房 後面的呢 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房的窗就是這樣的 都有套刺的 主要是棋缸 主要是 在這個棋缸的磚長 就想高一點 廁所隔壁就是醫務間 很大 哇 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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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和廁所平排 所以等於廁所的深 你看 放很多衣� 這個櫃也有在這裡 這個酒廊不算大 所以也挺省的 好 看看呢 我們圍著這間屋 好 好 好 幾部的分體冷氣 放在這裡 這邊呢 這個泵呢 就是泳池的了 要長期開著 因為泳池的水 你一定要保持住 它 就要過濾 所以就是要24小時開著 這個門呢 就是剛才我們在車房裡看到的那個門 這裡呢 有個水口 方便你可以拿水洗車 來看看 外面的環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看完這間房間 我們一試一下 駕駛出去沙灘 看看是什麼環境 地圖顯示是三分鐘車程 我們現在出發了 好 好 我們去看看 好 駕駛了三分鐘車之後 我們就來到沙灘邊 原來這間屋是很近沙灘的 大風了一點 有些風聲 不好意思 這裡就是洗手間 有兩格 可以讓你進去廁所 或者換衣服都可以 這邊呢 看一下 有一個BBQ場 就可以野餐 或者是BBQ都可以 沖身也可以 沖身也可以 非常方便 那裏有一條柱 那裏就是沖身的地方 近一點點 這裏就是有 鞦韆和一些兒童設施 玩完濕再玩乾 又可以 看到有人在玩鞦韆 很棒 是否很棒 這裏 很棒 三分鐘路程來到沙灘 還有這個設施很好 廁所 沖身 去廁所 有兒童設施 有鮮秋 還有BBQ爐 還有這裏 沙道很幼細 是啊 還有這個灘不細 好大 是啊 一兩公里 你看看 哇 你看這個景多漂亮 不得了 如果這間屋 三分鐘車程 是可以來到這個沙灘 嘩 嘩 這裡就穩了 你看 夜林視影 每天去沙灘都可以 那屋就看完了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這裏不錯 幸好我們剛才一進來 我們看到一個走廊 走廊沒有我們之前看的 那麼長 又窄必必 這裏是故意做闊 令人覺得沒有那麼壓迫 短 變成地方由見駛 省了那些位置 就在這裏 所以我挺喜歡這裏 走廊位 沒錯 走廊位真的比較闊 而且兩間房間之間 距離不是太遠 變成你走下去的時候 走兩房位 就已經到了這裏 是 而這裏 這裏又夠四個 是 很闊 是吧 然後他就三個門 都出了派對 是啊 很特別 一來就是玻璃窗 開陽 夠陽光 就算天頭不開燈也可以 是吧 真的很舒服 整個屋是一種舒服的感覺 再加上 那個廳 看出去就是泳池 哇 完全是透心涼的 大熱天時 看到你 是不是真的想跳下去 是啊 心亢神異 是啊 另外我還有一個地方很喜歡 就是那個廚房隔離的小角落 那個角落 就是派對屋隔離 就是說 給你BBQ完之後 你回去洗手 那為什麼有這麼好 就是我這麼喜歡 就是因為呢 我見其他屋 通常洗手盆 那些桌子 就放在派對屋那裏 但是因為派對屋 你的外露 有風有塵 有樹葉 其實那個桌子通常都很髒的 但現在這樣塞進去 在廚房隔離 又封住了 你變成保持乾淨 是很容易會 令到所有東西都很整潔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位 嗯 那也是 是啊 那我們不如說一下這個地 好嗎 說是好啊 這個真的非常之好 整個地 Land Size 是有476m2 那就是有4000多尺 是啊 哇 然後有一個面積 就是209m2 那兩千多尺的房子 建築面積兩千多尺 是啊 豪宅 豪宅 那豪宅來講 那價錢方面 不知道是不是豪宅的價錢 因為它距離CBD 市中心比較遠一些 20多分鐘車 所以地價便宜 會便宜一點 嗯 所以房子建出來也便宜一點 是 那過來看看多少錢 510k 即是51萬澳幣就行了 51萬澳幣 哇 計計 5 我們算一算它 當它6算 可以嗎 還是5.5算 5.5算 5.5算 51萬澳 5.5是多少 280萬 280萬港幣 香港一房都不行 如果你是想著遊閒地住 剛才不是說過它很近海邊的 是 3分鐘車就已經去到沙灘了 是吧 那你如果喜歡游淡水就在自己泳池 是 游鹹水 喜歡陽光海灘的 你便駕車出去 再不是便走一點路 走出去 那都是很舒服的 是啊 沒錯 這間屋就看完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介紹 請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接下來還有其他的樓可以看的 記住是你的右手邊那個鍵 按一按 再加上小鐘 按它 好啦 我們看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